白色的漆料、白色的桌子、白色的实验仪器 以及白大挂的实验员们 这里是落进市局行科中心最高级的实验室了 大学或者研究所 或许有的是比这高级的实验室 但在行政领域 微量物证实验室就算是天花板级的存在了 别的不说 就一个捷径实验室的要求 就比普通实验室的整体经费高出不少了 各种仪器设备 看得越小自然越贵 而在微量物证实验室里工作的实验员 普遍也是专职的专业人士 其他的行科专业岗位 除了法医通常强调专业性 需要专业的证书和教育培训以外 如现场勘察、痕检或者读检里话等等 都是群英会萃的 相关的警察学院虽然也开设相关的专业和课程 但警察内部的要求并不严格 有的警种培训几个月就上岗的并不奇怪 微量物证实验室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而且因为建设成本高 使用成本高 实验室对人员的要求自然也高 但这么一群人 面对外来入侵的江远 还是明智的选择了听话 江远其实也没展现出什么攻击力 但他的操作本身就极具攻击力 这就好像大家一起在打篮球 有人入场 向大家很有礼貌的一笑 然后开始重头 连续多次空心命中 大家哇哇哇的叫着真好啊 此人开始换到了三分线 连续多次空心命中 大家这时候就开始一边赞赏 一边行注目礼了 然后这位运球入篮下连续多次灌篮 大家当然还是要拍手称赞的 但这个时候的称赞 多少就有一点被迫的感觉了 好像你不称赞 就是个极闲度能的大傻逼似的 如果此军再次运球 回到三分线外 并开始玩罚球线起跳灌篮 大家又该怎么办呢 欢呼是应该的 但离球场远一点 似乎也是有必要的 否则 给人当背景板就太难受了 特别是许多同学举起手机 并聚拢过来的时候 江远现在就差不多 开始罚球线起跳灌篮了 而且是换着姿势灌篮 没办法 他也刚得法医植物学的技能 所以各种技术都不是太熟悉 自然要顶着上线去操作 不可能为了韬光养晦什么的 有意的压低技术水平 所以就能看到江远给那些花粉 包子和有机残留物做染色 做包埋 看着他将包埋的样品 放在在拨片上 然后就在显微镜下 对这些东西做分类 写实验报告 编认花粉和包子 实际上是一项难得飞起的工作 世界上为什么那么少植物学家 特别是深入到花粉领域的植物学家 是大家不喜欢吗 是因为又难又不赚钱 许多花粉在外行人 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花粉确实差不多 而且几乎无法辨别种属 这不是夸张的修辞手法 就是无法辨别 比如玫瑰花的花粉 与苹果 山楂或者野蔷薇的花粉 基本无法分辨 至于说好分辨的 那也是对植物学家们来说的 全世界的花粉种类太多了 就算是植物学家 对花粉有专修的也是少数 而且大部分人 也只认识本地区的花粉 因此和卢谷修复术类似 法医植物学是一项超高端的 且难度爆炸的技能 当然效果也会爆炸的好 毕竟 这项技能本身就极难防范 知道的人更少的可怜 直到90年代 美国才尝试着 开展了一些 法医植物学的应用 效果不错 但植物学家们的兴趣寥寥 难度又过大 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而在江远看来 法医植物学放到今天 几乎是具有DNA 当年横空出世时的强悍的 只不过 因为它的难度 使得它无法像是DNA鉴定那样普及 可但就特定的单独的案件的侦破来说 它的价值不亚于DNA鉴定 目前看来 谷物是优势种 它们一定是在有大量的谷物的地方 停留了很久 在通过显微镜 确定了各个样本包含的花粉 包粉的种属后 江远漫悠悠的给出了结论报告 微量屋正实验试原本的研究员们 齐刷刷的坐在江远对面 听着它说话 就像是一群球场上的高个儿 看路过的好市民发球线起跳灌篮一样 在这里身份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拍手就行了 江远一边操作着显微镜 一边输出着 散热器里有吸入的昆虫 这些可以后续再找人单独研究 轮胎纹线内的花粉 比轮胎外的泥土里 混杂的花粉的数量少得多 空气过滤器里的花粉种类较多 可以后续重新分组 脚垫和脚踏板的花粉图谱差不多 有钱麻 有道科植物 有里属植物 有山楂 有野蔷薇 有长青藤 有画树 松树 榆树 江远说到这里 旁边的一名技术员 已经是展开地图 看了起来 过了会 等江远说完 那技术员就到 将对 我们落进市里 有山楂树的地方不多 应该可以作为一个标志物 江远点头道 可以 道科就是道子吧 这个在城里应该也不多了 如果是在城外的话 配个山楂树 啥的 应该也不多 这名技术员 大约是有点爱好的 自己就在地图上标注起来 江远其实想说 不用这么麻烦 找一个能看到地面树木的卫星图 一片片的找就是了 花粉图谱 并不仅仅能够定性 而且能够定量 江远刚才花费最多时间的地方 就是数花粉的数量 这个步骤对它来说也是很辛苦的 要先辨认种鼠再数数 中间还得记录 但是完成了这个步骤之后 江远差不多就能判断出 该地区的部分植物的比例了 也许有两块 三块甚至十块地 都有以上植物存在 但它们的比例数量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利用花粉图谱 是可以找到唯一地点的 这是高级法医植物学中 极强的部分 相当于是一个地点的DNA了 当然 有人能够帮忙缩小搜寻范围 也是一件好事 江远出了实验室 换了衣服 再打电话给黄强明 让他找落近视的刑警支队 勾兑卫星图 电话打完 回过头 身后还是一排人 围了个半壶 跟在实验室里一样 包着江远的背后 江远的背心都发凉了 要不是临时抑制了一下 学自强旧的摔跤剂 都要发功了 打头的技术员善孝道 好奇 刷车皮 找花粉 然后确定绑匪的地点 这玩意听起来 就容易让人产生好奇 微量物证实验室里的技术员们 还是看着江远做的 那自然就更好奇了 江远倒无所谓 笑笑道 那就去看看吧 接着就领着一票人往会议室走 此时此刻 落进市局的副局长徐田正带着一办公室的人 陪着受害人家属做工作 受害人家属其实也没说什么 就是漆漆惶惶地哭着 两名小学生的父母 再加上陪同而来的爷爷奶奶 姑姑舅舅只将偌大的房间做得满满的 开始的时候 徐田也不想让家属来这么多人 但他们哄不住两家的父母 也就只好让亲戚们介入了 最起码 现在有亲戚们在旁帮忙哄着 他们也不至于无从下手 徐局长 你说 他们咋还不放人 要钱 钱也给了 他们还想怎么样 其中一名女孩子的母亲 止住了哭声 说完这句话 又开始哭了 徐田重重地叹口气 道 我们猜测 他们可能还想要一笔钱 前面的二百万 他们可能是有一些用处 后面这一笔 应该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还要 我们 我们 做母亲的看向老公 男人的脸色铁青 咬着牙 道 我跟银行说了 先带一点出来 今天回去就卖房子 女人神色陡然一松 然后挽住老公的胳膊 呜呜地哭了起来 男人拍拍他的肩 道 咱们当年也没房子 只要远远回来 以后再赚钱买就是了 嗯 嗯 女人使劲点头 眼泪浸润了老公的肩膀 旁边的一对夫妻互相看看 也都手挽手地抱在了一起 徐田看得一阵难受 不只是他 在场的警察的心情 都不是太好 受害人被迫承受的越来越多 偏偏他们无能为力 绑匪已经提出要更多的赎金了 而这笔钱 警局是不能出的 受害人家属如果不愿意出的话 双方的沟通很可能就要断掉了 绑架案变成凶杀案也说不定 但是 看着挤人的动作 感受着他们的情绪 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拧巴的 如果好人只能用泪水来发泄情绪 坏人却能得到真金白银的好处 那要警察又有什么意义 徐田安太一声 劝道 现在这个案子 不仅我们市局重视 省厅和部委也都派了人来 各方面都有专家前来支援 你们要保持信心 乐观的精神 我们呢 也在组织协调各方力量 争取找到对方的位置 营救孩子 他不说还好 这么一说 双方父母刚刚止住的泪水 又落了下来 两家的老太太 也开始揪着袖子抹眼泪 当此时 黄强民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 两人 二人 《冷藏% IX》 感谢观看